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段 原始点它确实是 因为光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 就已经很迷人了 很多他处体伤所自治病症 就可以很快解决 所以当时候我演讲 根本没有什么内容 我都是演讲的时候 就是问台下 你哪里有什么哪里疼痛的 你们都可以上来 我做给你们看 我早期我的演讲风格就是 自称自己是好像打工的黑手一样 就是来 我就是做给 不要太多理论 事实上这也符合我的风格 然后我文理又不行 早期演讲也不行 早期讲都有一点 吞吞吞吐吐的 不流畅 那因为经过时间的历念 还有自己一直想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很自然的慢慢就比较能够表达我内心的一些事情来 用讲话 但是写还是不行 但没办法 你不写不行啊 你一定要把心里所想的把它写下来 要不然你讲完了 你走了 老实讲 这一切都没有了 你没有一套体系的书是不行的 所以刚开始也已经有这样的体悟了 所以我自己强迫自己是在2006年 就开始试着去把我的一些手法怎么样把它描述出来 那理论的部分是在后来 我们才开始慢慢写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好 真 好 继续看下面 那也看到很多人太相信现有的医疗 那我本身又是医师 连自己如果现在的医疗是完善的 那我认为我太太就不应该会走 而且我是在完全相信西医的情况下 然后已经他们只要怎么交代 我们几乎都言听计从的做了 但还是不幸还是没办法避开 所以就可以看出 医学是有问题的 但很不幸我们的民众 我发现太依赖医疗了 然后他们生病了不去反思自己 生活习惯是不是有错 只是一味的让医生开一些药 那好了 即便现在暂时把症状抑制住了 你习惯不改你还是会来啊 所以发现没有内求 自己怎么运动调心把体质改善好 是不可能解决这些生病的问题 自己也深有体悟啊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为了让民众了解 我认为这一件事情蛮重要 也事关民众的健康跟生命 自己也感觉这个责任重大 如果自己不承担 我走了以后谁来帮我写书 所以 我认为这一生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先把这一本书先写完 所以 很多基金会的人员都知道 我很少去基金会啊 除非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事 要不然我觉得书一定是要先写完 因为写完了之后 以后才可以流传久远 然后也因为书写完了以后才可以翻译成各国 各种文字各国的文字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所以这一本书特别重要 在我的看法 那也是因为重要 每次都感觉 我这样写 已经很圆满了 然后也接近 好像已经可以出书 但每一次只要书一出来 都觉得还是没有写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本身要求自己很严谨 我希望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希望这一本书能够写到非常的完美 但最后我终于知道了 啊 所谓的完美 只有天上才有啊 这里是人间啊 人间 只能说 你可以追求完美 但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那一刻 即便原始点的法 能够突破到所有医邪的极限 然后也能够把它说得很清楚 或做得调理分明 但是 真的 所有疾病都能解决吗 不可能的啊 因为这里是人间啊 只能说 在现有人间 有缺陷的地方 我尽量让这些缺陷 慢慢来补足 让它来进一步圆满 只能做到这样 不过光这样子 已经要耗尽我 这快一二十年的心力了 所以为了这一个工作 我不只要写 而且还要参考很多案例 然后这些案例 如何用文字来如实表达 然后做到 是理如一 也就是你说得到就要做得出来 然后做得出来 又要写得出来 一定要做到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啊 所以 中间的甘苦哦 我只能这样提吧 比如我最近还在改 热人这一篇 其实已经 如果我也讲过了 好像大家也没有意见 但可能大家不了解 我光改这一篇 最近这几天都在改这一篇 而且只改 改这一篇 我已经看了不下 可能数十次 都有了 甚至百次 有没有达到我都不知道 因为每一句话我都仔细推敲 是不是真的如实表达 你看到现在书都要出来了 我最后在37页 那你还是大幅的修改 那已经改了好几天了 你看我这里写的是 常常为了改动几个字词 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直到文语达语 就像我这几天改完了 到今天才觉得满意一点 但这样已经几天也过去了 那如果是观念的问题 要把它厘清 有时候更难啦 你怎么把一个抽象的概念 把它实体的具体的写出来 哇 那这个有时候 是很难表达的 譬如说我为什么 这些治疗的方法 都不能宣称有致病的功效 光这一个概念 以前为了把它表达清楚 然后举例用汽车的汽油来表达 光那一段话 就已经写了好几个页 甚至几年都有 然后不断在那一段修修改改 最后感觉才完整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一本书是从无到有 大家看是薄薄的一本书 那光这一本书 对我而言已经够呛了 原来我 我以前看很多书啊 都写得很厚厚的一本 我才发现厚厚的书比较容易写 但你要写到很薄 然后又把所有的道理都写在里面 那就更难了 所以简单的讲 十六版 跟现在这一本完整版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页数都差不多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从外表 但里面的内容 其实很多都改写了很多了 我希望这一本书赶快出来 也让大家可以跟十六版做比对 所以 一本书其实要写完成 如果要流传久远 我认为真的太难了 只能说太难 而我一写就已经十几年了 我不知道写书这么难 比我考上一个中医师还要难 但也因为难 我更应该要坚持 我都很怕 我走了谁来帮我继续写 所以在我有生之年 一定要先把这一本完整版 赶快写出来 所以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耽搁 包括原始基金会的事 我都可以请人家去管理 什么都可以 但是这一本书不能不写啊 现在应该也快写出来 这对我的压力是可以缓解很多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一版一版的修订 这个也不在话下了 就是追求圆满 但有没有到圆满 老实讲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即便书是严满了 你也解决不了这些 所有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包括患者愿不愿意相信 如果他不愿意相信 你怎么救他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耶 所以我说使用原始点一定要有智慧 除了要慈悲以外 更要有智慧 好 我们就继续看下一页 这是在叙述推广过程中 那基金会也收到很多案例呈现 还有一些建议啊 那这些我看到之后 我只要跟书本上有关 或好的建议 我一般都会很快采纳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我不会说以我个人意见为主 只要有人建议的比我好 我马上立刻改 这也是这几年来 自己在写作上 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做到 那 如果你的建议 确实有一些问题 有时候我也积累时间 有时候我也没有回复 但是如果现在书都快出来 我也相信如果 对原始点的爱好者或是怎么样 如果你们继续写来 如果有比较建设性的建议 我真的非常欢迎 而且哪怕最后一刻 因为你的建议 我都愿意把书本停割下来 再继续把这些不足之处再补上去 现在我已经写到自己感觉 好像现在没有人给我建议 反而我自己在挑自己的毛病了 现在是到这样的程度 那不过我要说的 这个在发展的过程中 第一个很感谢各位的很好的建议 还有提供很好的案例 来印证原始点的理论 我写的来 都没有什么问题来做到事理如意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好 再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出来 这些原始点的研发跟完善 是很多因缘际会才促成的 不过我这里 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 他今天会能够研发出来 其实真正要感谢的还是 这些受病苦折磨 甚至付出生命的患者 这才是我研发原始点最大的动力 但也是因为这样 我好像一生都快乐不起来了 因为 每天面对着这些苦难啊 真的心里自己也有时候蛮难受 但很难受有时候不一定 你写出来的这些法 虽然感觉已经到极限 但是不是都能够帮到他们的吧 有时候还要看阴眼 所以有些事还是蛮无奈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以原始点 它也是从这里蜕变出来的 它也是 我本来是一直以为自己当中医师 就能够帮人家治病啊怎么样啊 这样以后的日子也很好过 然后越老经验越丰富 可以帮忙越多 这个这些想法都在我 太太生病之后打破了 不过这样也让我真正跳脱出来 所以也鼓励很多医师啊 真正如果你是要成为伟大的医师 一定要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不要完全的相信医书所写的 现在很多理论是用不上 包括中医的理论 你背了那么多书 真正能用到患者身上 十分有时候连一分都不到 这是我自己 背了这么多的中医的书 最后的一个题目 好 我们看下面 我希望推广原始点的人 能够坚持公益服务啊 这也是为什么 原始点一定要有 著作前还有版前 因为如果你不牢牢紧握住这些 我发现很多人 根本肆无忌惮的在用原始点 而且甚至把我的书的内容篡改 甚至还把我的里面的意识 照它的意识来讲解 然后讲到最后面目前非 已经根本不是纯然的原始点 所以为了这一个法的纯正 你必须要有这些 就是照现在社会制度 就是要有版权 有智慧权什么 然后也要禁止一些人拿来做商业 我认为很多人说 他是把它推广到商业 是在当原始点 我的看法可不认为是这样 你让更多人知道 但你也让原始点 正走向商业化 我为什么这么 不大同意商业化 因为我以前也讲过 如果你要赚钱嘛 你就去当商人就好嘛 那如果你真的要救人 那你就好好把这个医学 把真的救人的心做出来嘛 不要为了这些钱 然后让原始点沾染了 一些不应该有的 好像原始点他一定 就是要盈利 你知道吗 现在学原始点的人很多 但都是没有医师执照的 如果你们不做公益 然后一路收费 有时候当你把患者处理不好 这些纠纷 你知道要复后果的啊 如果想不清楚 你一定看到钱 而忘了后面的 医疗法 这是很危险的 而且原始点如果一出事 原始点 现在你看他才刚在茁壮中 如果你也沾染了这些 人家就说 你收费 又医不好人 那这样一生 把这种名声宣传出去 甚至人家把你告到法院 这怎么推广啊 第一个一定要避开 就是你真的付出 然后真的也做到不收费 然后也让这个社会了解 医学本来就是简单的 它本来就是生活化的 还收什么费 如果真的实在生活有困难 那从商嘛 你去经营 然后有余力再来做公益嘛 但我不认为现在原始点 一定要跟其他的医学看齐 就是以经营利益为主 我认为这个原始点还富有 就是让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大家要懂得 真正我是要学了原始点 帮助人的 不是用来赚钱的 赚钱的方法很多 我希望这些人能想清楚 所以我们原始点现在公益团队 越来越壮盛 就是我们千挑万行 如果他纯粹做公益 也符合我们的理念 那道相同我们才相为某 那如果你要去从事赚钱的 那还要挂原始点的名 我非常不赞同 那所以我们认为 我就应该分清界限 这是十四所趋啦 那原始点它的诞生就在苦难中诞生 既然是在苦难中诞生 他就应该为这些苦难的百姓 多一份关爱才对 而不应该是从他们身上还想磨 想到什么利润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应该为了这个善业 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 也给民众多一份温暖 所以这也是希望大家 你们今天听原始点的人 能够能理解 然后原始点 就是给这些真正愿意付出的人 愿意来做公益服务的人来使用 所以他们怎么使用我都赞成 但如果你是拿去赚钱的 你是还有什么商业后面的行为 对不起 你不要把我现在讲的 把我的影片也放上去 这样是违法的 你要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你这样已经犯了 这样侵犯人的著作前的一些利益了 不应该 我的利益就是为了完全反应在民众 好 那这是我的感受啦 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 那今天我在研发原始点的过程中 我认为应该给原始点 除了一数以外 一般追求的就是人心人数嘛 也让一些真的有心在修行上提升的人 他更喜欢原始点 更懂得珍惜原始点 他绝对是一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修行法 我的看法 好 那原始点真的得来不易啊 请大家能够珍惜 那最后下一行 下一页我要说的 来我们看下一页 大家推广原始点 一定要放弃傲慢心 因为当你说 来推广原始点 你要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都很担心你 你好像我在布施给你什么 我在施舍给你什么 当你有这样的心 你常常容易已经走向傲慢了 而且原始点它因为它简单 很容易又做出来 那因为简单 又让人家感觉 哇 我已经不得了 所以很多人做了原始点 患者常常会战胆他 哎呀 你好厉害啊 你好像神医啊 哇 他们一听就飘飘难了 这个是不对的 一定要随时缺隙啊 这些你今天能学到这个 当然是除了我归类 也分享给你之外 更重要是患者啊 患者以他的身体 来告诉你答案的 你才能得到印证的 所以你应该对这些病苦的众生 深深的怀有感恩的心才对啊 然后你为了帮 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你就应该更虚心去学习 然后深入词法 一定要反复看这一本医书 这样才能提升你的能力嘛 那这样才能做到自立利他 也能够圆满你自己的发心 来度众生 这样谈才有意义 所以我下一页我就提出来了 我们看下一页 原始点是以病为师 所以你以其说你是在帮助病人 或是众生 不如说 你是跟这些病人学习什么 尊师重道 然后最后呢 你要成就的是什么 得无所得 不要考虑 哎呀 我这样做 能够得到多少的利益 没有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自己的 无私奉献 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始点 还要坚持公义 走了十多年了 就是在这一句话 那这样对你 如果你是以修行的角度来看 那这样绝对能达成你的愿望 那当然如果你是从利益的心 想赚取利益的话 那很对不起 我们本来就是道不投了 所以我这一句也勉励 真的在第一线 做原始点推广的人 大家能够这样沉浸下来 然后去掉自己的傲慢 然后最后才能提升自己的 无私奉献 然后做到得无所得 这我认为应该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因为你无所求啊 多自在啊 多潇洒啊 好 最后一句话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我也是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其实我没有多少感觉我有多伟大 或是完成了一大很重要的成就 通通没有 我现在的心情 只要一想到那些痛苦众生的画面 我其实 然后我做不出来的失败案例 我现在还在追心之痛 可能自己 大家是不能理解我 内心现在这一刻的心情 一点快乐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快乐 好像从注定在研发这个原始点 就已经注定是这样 所以内心 那些画面 当我写完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 只能说 把这些遗憾 尽量 让它圆满吧 所以 最后我是充满着感恩的心 来完成这一本书 那如果以后百年后千年后 有人再看到这一本书 受益的话 那我只能安慰我自己 那我这一生 应该就没有白来了 我已经做完 我应该个人做的一些事情 好 这是我后继的一些感受 再写这一本书的一些感触 那也跟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